说这个出家人好或不好 那另外一回是因为他外表是出家人 当然如果你能够稍微一点判断 这个出家人很端正 那更好因为他有慈戒的功德 但是无论如果像今天这样很多出家人 那你只要平等性 因为里面一定有菩萨 那是对你 你只要供养的时候发愿就能够满愿 所以我再讲一个故事 佛陀有一天讲法讲到傍晚 那傍晚要回去了突然来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一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国王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比女人还漂亮 他的皮肤比女人还漂亮 而且这么年轻就做国王 然后他来供养佛陀 然后佛陀就给他说法 这个国王还开悟正的出国 等国王回去以后安安受不了了 就问国王 那个国王是男人还女人 佛陀说他是正常的男人 但是他为什么皮肤比女人 外表都比女人还漂亮 而且他来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旁边还有护法神 那佛陀就跟大众说 这个国王可以做四次的国王 这是第一次 上辈子他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农夫 而且田还不是他的 奴隶帮人家种田 大热天 印度很热 帮人家种田 所以他有一天在种田的时候 天气很热 他泡了一壶水 他想怕自己没水喝 泡了一壶水加茶叶 准备热的时候消凉消凉 结果大中午太阳很大 等他要喝的时候 刚好有四个比丘尼 托波经过那个地方 一般社会人 看到比丘尼不供养 比丘尼他们喜欢供养比丘 所以这四个比丘尼 没有被供养 中午快过了 没饭吃了 但是他们经过那个地方 这个农夫想说 他要喝了 看到比丘尼 哇天气这么热 有四个比丘尼来 他就干脆过去 师父啊你们吃东西了没有 比丘尼说没有 他就跟他先喝我的水 先喝我的水 那我想办法 看有没有东西 他就跪下来 跟每一个比丘尼 把他所有的水 都倒给他们茶 而且去帮他们找东西 佛陀就说了 因为他供养四个比丘尼 那四个比丘尼一喝 舒服了 所以他外表 跟比丘尼一样漂亮 而且他供养四个 跪下来 做四次国王 所以各位 简不简单 你好好在马来西亚 努力 看你能不能做皇帝 没办法 你还不如去供养 所以如果你有轮回的观念 那你懂了这个观念 你就懂得怎么去修福报 以后人家要办法会 你要跟法师说 法师办法会 那个花我来 我来供养 那你就美得不得了 不用化妆就漂亮 所以但是你要样样都计全 你样样都要做 最好 你喜欢皮肤很细吗 你看每次法会中间都摆一个红地毯 这个红地毯标准是 给法师走的 给护法神走的 这样 因为护法神 天神来 不让他们踏在地上 尊敬他们 所以各位以后 你喜欢皮肤很好 那你要去大殿洗地板 插得亮亮 它多亮你脸就多亮 然后再给它铺地毯 哇 你皮肤就很软 很细 又亮又细 这个叫天人像 就这个意思了 那这些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缺点 你眼睛不好 那你去老人院 就拿一些眼药水去布施 你到贫穷的地方 就跟他说说 这个钱让学生买眼镜 那就 就像他们出家人 我们去南域渡 四千多个出家人 他们连拖鞋都没有 买拖鞋啊 买眼镜啊 买牙膏啊 或什么 缅甸 如果各位已经出问 缅甸有65万个出家人 65万 你牙齿不好吗 买个一百根牙刷就OK了 你牙齿不够白吗 加牙膏就好了 所以缅甸人他们 缅甸是世界第一个会布施的国家 在世界中 为什么 并不是他们钱多 而是他们是每个礼拜都要布施一次 我们华人是一年过一次生日 缅甸也是一个礼拜过一次生日 跟泰国人 为什么 他们算是礼拜二出生的 还是礼拜三 像我是礼拜二出生的 所以我每个礼拜二 我如果在缅甸 那一天就去寺庙去共生 去预佛 如果我是医生 我们缅甸有很多医生朋友 今天我是礼拜二出生的 他们也叫父母日 爸爸妈妈生我 所以我今天要去做好事 给爸爸妈妈 所以礼拜二出生的医生 今天就做疫诊 如果没办法做疫诊 他今天所赚的钱 就拿去布施 所以缅甸变成世界最会布施的地方 那各位你也有养成习惯 最好你去发现一下万年历 你的新历哪一天出生 那个礼拜几 就是你的父母日 那在我们汉人 把初一十五当父母日 初一十五夹栽 给父母 给祖先 给祖先 所以各位你初一十五 不要吃肉 初一十五 虽然各位没办法天天吃树 初一十五 吃树 给祖先 给爸爸妈妈 那你以后 至少你吃树一天 生生世世 不会生在有刀兵节的地方 像我这几天来看到 这边很喜欢养燕子 当然有人问我说 师父养燕子如何呢 我只听到跟他们说 一公斤六千块 我只记得这个了 发了发了 一公斤六千块 发了发了 现在都在讲鸟话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养燕子卖的有夜报 犯什么 偷盗罪 因为燕子不是心甘情愿 给你这个的 他生下这个窝 是要生小孩的 我们就给他 干过来 然后这个要放的 假的给他 那如果很严重来世 会有什么果报 知道吗 当你把房子盖好以后 贼来了 你要被赶走 就是你的家产 就会被充公掉 然后被赶走 那现在你要问 别人走啊 要怎么改 那没关系 你现在没办法改 等钱转到了 才要改 那你现在先拿一点点 养燕子的钱 去帮助人家 没有房子的盖房子 难民村很多嘛 洛兴亚难民村 欧洲也有一些难民村 阿富汗 土耳其也有难民村 那你 不要怕人家地震 现在是槟城有水灾 那你也可以捐一点东西 他们恢复他们的房子 好 那我就可以消一点 这些偷盗 偷人家 我的 夜宝 对不对 那就是如此 然后也麻烦你写牌位的时候 记得写个燕子 这样 所有死亡的燕子 我回向给你 那你做功德的时候 也要用燕子 我家的燕子 哪怕十块 因为 你替燕子修功德 他跟你贵啊 因为没有人会替他修福报 所以你不施十块 替他做功德 但是你从他身上赚一万块 那当然滑得来了 因为你帮他修功德 但是各位要用 惭愧心 感恩心来做 那当然如果你 赚了很多钱 就慢慢慢慢 不需要做这个 但是人在世间 没办法 但是你做什么行业 都可能会去伤害到什么 那就像各位 如果你是做棕榈油的 那你要拜棕榈树神 因为你从他身上 然后呢 你如果做烟共粉 也要拿一些烟共粉 到棕榈树那边点了 吹过去 他们都得到了 那如果你是做橡胶树的 那小心啊 大腿也会被化 然后怎么办 那你也要做一些烟共 加药 然后吹过去 那得观想 他们都好了 各位要了解 佛经有说 树有树精 整棵树就是他的生命 他的意识就附在里面 只是我们人可以跑来跑去 他不行 这个树精 要等这个树死掉了 然后他夜报结束 他投胎另外一个 所以佛陀有规定我们出家人 不能砍树 不能切 都不行 因为我们知道 那但是在家人 至少你要砍树 做什么 七天前跟他说一声 我帮你做功德 念念经 希望你超度 那你把他挖他 他也会痛 因为佛经有个故事 有一个比丘 听佛陀讲完法 他要到森林里面去打坐 结果他只要盖一个台子 跟睡觉 因为他进去三个月 他就拿着刀 斩那个树枝 一斩 那个女树精很恨 马上要打死她 因为他斩到的是他儿子的手 所以一棵树 每一个树枝都是他的家庭 合起来就对了 然后他本来要杀他 后来想一想 那我去找他师父 因为树精知道是佛陀 然后树精女就直接去找佛陀 佛陀说 嘿 我赞叹你 该称恨的时候能够忍下来 功德无量 然后佛陀说 你不要回去了 我 金色里面有个大树 你就移到这边来 天天听闻佛法 将来你升天 所以他们全家就移过来 那佛陀就把全部比丘找回来 以后不准砍树 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 所以各位这一点 当然各位你没办法 有时候你必须做 但是至少你要尊重它 我帮你做个功德 或是我在别的地方帮你种一棵树 特别寺庙里面 然后你到那边得到福报更大 那佛教里面呢 这些故事 他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 能够了解 然后你就不会做错事 再来还有一个故事 我觉得对女众很重要 莫利夫人问佛三世 那有一个讲法 莫利夫人本来是个奴隶 因为从来没洗头发晒太阳 所以她叫黄头卑女 她是一位有钱人的卑女 她负责干嘛 她负责照顾有钱人的茉莉花园 在那边帮他们浇树 教他们弄 那有一天这个黄头卑女 看到佛陀走过去 哇这个人好庄严 她本来午餐 人家送来给她吃 她就没有吃 她就跑过去跪下来供养佛陀 她供养佛陀以后 佛陀给她微笑 加持她 但是她命运就改变了 供养佛陀 所以她回来以后 下午谁来了 波斯尼国王 带着军带着他们打猎的 本来想要去那边打猎 结果到了里面以后 天气太热 要睡觉 结果这位黄头卑女 哇这个人长得不一样 她不知道那个是国王 穿得很好 然后她进来以后 她就 你这位贵人 你在这边树下休息 来来来 我帮你铺草席 我倒水给你喝 我帮你洗脚 然后这位黄毛 卑女她的好处 她供养过佛陀以后 她的皮肤变了 她自己都不知道 变得很细 当她去帮国王按摩的时候 虽然她长得不漂亮 国王说 哇哪有皮肤这么细的 她帮我按 很舒服 哇她对我那么好 然后这个国王就起了一个念头 她就问说 你是谁啊 她说我是这边的卑女 你的主人是谁 某某某 她就国王 布丽国王就把她找过来 你那个黄毛卑女 我要买下来 多少钱 我买下来 这个有钱人当然不敢说 你是国王 送你送你 就把黄毛卑女送给国王 那国王带她回去 他们帮她洗澡 换新衣服 大家知道 哇是国王啊 她不知道 她乡下人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就变了 她越长越大 她本来那时候年纪轻 然后变成国王最疼惜的皇后 叫莫尼夫人 那莫尼夫人 成为皇后以后 那时候 波斯尼国王是相信佛陀的 她也亲近佛陀 那个时候 莫尼夫人就问 佛陀一件事情 她说佛陀啊 为什么有些人长得天生不漂亮 因为她在问她自己 但是又 现在又很有福报 又很有钱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佛陀当然知道 她在问她自己 那佛陀说 莫尼夫人 如果一个人 发脾气爱骂人 发脾气爱骂人 生生世世就长得不漂亮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不爱骂人 微笑面对事情 她生生世世漂亮 莫尼夫人就跪在那边 忏悔啊 哎呀佛陀啊 我向你忏悔啊 我以后绝对不再生气了 然后莫尼夫人 那为什么 我能够 命运就改变了 那嫁给了国王 我变成地位最高皇后 而且很有钱 那佛陀就说了 你这个人的特点 因为你看到贫穷人 都会想帮助他 而且你也供养过出家人 特别 那个时候你做黄毛碑 你供养了我佛陀啊 所以你命运就改变了 你过去也是这样 所以现世也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变得很有福报 那你为什么 在这么多皇后 卑女里面 你地位最高呢 他说皇后啊 你有一个特点 从不嫉妒